中国平年人里边的脂肪肝的比例多少呢? 目前认为是百分之二十多点 就是说五个平年人里边有一个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发展下去慢慢就是肝功能的下降 慢慢的纤维化就硬化干净化就出来了 再下去那就是肝癌也出现了 怎么办? 那么我们预防脂肪肝有很多办法 一个是减肥当然最重要对吧? 其中降下来就低胃的 第二个我们食物的调节 比如说吃多吃蔬菜水果所谓高纤维的食物 再来少吃含脂肪有些饱和脂肪高的食物 第三是少喝酒还是不喝酒 对不对?再来多运动 这是常规的抑防脂肪肝治疗脂肪肝的基础疗法 那么抑防脂肪肝的办法 我们加个卵磷子下去 它可以修复肝细胞 肝细胞把脂肪代谢掉 第二个 这个卵磷子会把肝细胞的脂肪乳化 印出肝脏 水血流印到我们每个细胞作为能源物质 把它代谢掉 达到减轻脂肪肝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一个车 一个印输的车 把脂肪从肝脏拉到肝细胞去 把代谢分解掉 来达到抑防脂肪肝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